还要来看到苗栗县的通宵镇社区的人员 他们借由暑期的打工来换宿 打造了一个土砖凉亭 那么这一则土砖凉亭在完成之后 不仅是公共艺术 也用来推广食农教育 非常有意义 趁着晚上吃饭后天气凉爽 打工换宿的学生们各施其职 挖土的挖土 调匀的调匀 塑形的塑形 要做成一块一块的土砖 来自都市的小孩 第一次尝试自己动手做 我觉得如果现在都市碰到 我刚才会觉得很爽 但是在这里就觉得很自然 最主要是想要去回复 就是早期农村他们那种龙景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太多用 就是比方说水泥 或者是再生的一些东西 然后想要用比较没有污染的 才一直去洗这个 其实没有所谓的民宿老板 而是当地海线一家亲戚会的成员 他提供住宿餐饮 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们 体验不一样的打工坏素 连远从香港来念书的学生 都因为好奇来感受一下 因为香港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做 因为我们农业啊什么都比较贫乏 我们传统的方式是怎样 除了砖造以外 其实除了那个红砖 那种稍微偶砖之外 土造的方式是怎样 利用传统制造法做土砖 也吸引艺术或建筑相关科系的学生 来亲自体验 手摸土 脚踩土 每个人几乎都快成了泥巴仁 不过因为真实感受 大自然做出的成品 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让放暑假成为另类的学习机会 而做好的土砖要用来做什么呢 看到了吗 一块块的土砖就是用来盖凉亭 上凉这一天 大火共襄盛举热闹滚 这装置作品都是由在地 从外地的青年跟在地相亲一起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专业团队 然后就是他们自己 用什么苦法练杠的方式 要把土和中草结合 那时候要把土 土就是都要越 我们说的是 越来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要去搅拌 就是采就对要去采 对对要去采 没有 没有 我们这就是用人力 用人力去采 用人去采 采到给他土 我们认为连度够了之后 乡土风情 接着再由社区居民接手 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洋田外的农田也开放民众来认谷 种植有机蔬菜 用实际行动让大家学习怎么友善环境 推广的部分的话 因为现在只是刚起步而已 可是未来的话就是希望说 更多人一起参与无独 农业制造 然后可以整个带动整个社区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 我们对整个环境会比较友善 献给这个社区 大家一起来种菜啦什么 感觉到 感觉就是很 就是心里就是很高兴这样子 要比较努力 这个务度的比较努力的 所以说只把餐做公园 给大家人过来吃 无独有机的蔬菜 大家吃得安心 这块地也是当地农民 无偿贡献的农田 土砖的泥土从这里挖 蔬菜在这里种 粮亭也盖在田里头 取自于此用于此 借由醉这块土地的情感 推广食农教育 也借此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里报道